前朝烂账马哈的马来西亚负债余兆令吉 马来西亚新首相马哈的今天表示 在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执政下 马国负债已超过一兆令吉 约新台币七兆五千亿元 纳吉目前面临贪瘀于调查 路透社报道 92岁的马哈的 Mahadir Mohamed 带领反对党联盟9日打败从未输过的执政联盟 赢得国会大选 跌破众人眼镜 他在竞选期间主攻人民生活成本升高 和国家基金一码发展公司EMDB 爆发的数十亿美元丑闻 马哈的今天首度对首相办公室幕僚发言时表示 我们发现 国家财政遭到滥用 导致现在面临难以消化债务的困境 国家负债已攀升至一兆令吉 我们以前从不需要应付这种情况 之前国债从未超过三千亿令吉 Mahadir Mohamed上任首周内宣布 6月1日启停指广泛客指的消费税 GST将辉付原有销售和服务税 SST取而代之 Mahadir Mohamed还曾承诺将辉付燃料补贴 这些都包括在他的联合阵营所提出 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 然而 国际信评公司Mudis指出 马哈蒂的财政措施将导致国家赤字扩大 若缺乏任何弥补措施 将不利于马国信平 纳吉政府原计划今年可收到438亿令吉 约新台币3285亿元的消费税 占政府税入约18% 纳吉在竞选期间曾警告 马哈蒂的经济计划会造成 马国负债膨胀至超过1兆令吉 中文负债膨胀至超过1兆令吉